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听两进南北朝脑袋开始大 因为这段历史过于混乱 政权过于复杂 朝代更迭跟走马灯一样 实际上这正是两进南北朝时期的精彩之初 如果说三国分九必和和九必分 那么两进南北朝就是闪分顺和 无论多少英雄大浪始终是瞪不出金来 你以为的主角往往不是被厉害的英雄灭的 也不是被阴险的小人物灭的 而是被路人甲灭的 然后你以为路人甲是主角的时候 他一个转身又被路人仪给灭了 真可以说得上是世人皆可称王 而就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又不缺乏文人末刻 比如我们熟知的蓝亭雅士王羲之 吴柳先生陶渊明山水田园大小谢等等 全部出在这一个时代 那么这个时代究竟藏了多少故事 咱们就追根溯源从晋朝的建立开始讲 在这就不得不提一下鼎鼎大名的司马家族 听过我五千年系列汉墨三国的朋友 应该对司马家都不陌生了 这个家庭在走向皇权的过程当中 每一步都是站着血印往前走的 咱们就说曹丕的托孤大臣司马懿 先是发动了高平临政变 随后除掉了自己的政敌大将军曹爽 从此曹魏的军政权力落入到了司马懿手中 再说他的两个儿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长子司马师当政的时候诛杀了众多众臣 一灭人家三族 最后直接废掉了皇帝曹芳 次子司马昭上台以后更狠 同样诛灭了无数的大臣并遗弃家族 不过这回不是废帝了 而是直接把皇帝曹毛给杀了 改立曹焕为帝 因此有一句名言叫做司马昭之信 路人皆知 这个后来啊 这个到了东晋的时候 东晋的这个皇帝 听这个大臣讲他们司马家的祖宗 是怎么上台的 这个东晋的皇上啊 拿被子盖上脸 躺在床上都不好意思到这种程度 说我祖宗要是真真的是这么上台的 说我家这个这个以后遭到所有的事都是应该的 就太缺德了干的这些事 到了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这儿 那就得缺德到头 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晋王 于是呢把皇帝曹焕从宝座上给耗了下来 公元266年2月司马炎继皇帝位建立了晋朝 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 给前任皇帝曹焕封了个陈流王滚出洛阳 以后非宣兆不许入京 至此司马氏终于爬上了权力的巅峰 那么当上了皇帝之后司马炎心里就开始琢磨 如何能让我司马家的天下长长久久呢 我得以史为鉴 想当年他曹家建国一史 为了确保这个嫡脉子孙皇权稳固 定下了刻薄宗亲的规矩 底下这些曹姓王侯们只给封个头衔 不给兵权 顶多带一百多个老兵 平时看个家护国院 要是赶上个寒暑假 王侯们说我想出远门旅游不行 只能在封地周围方圆三十里的范围内活动 不仅如此 为了避免宗王久居一地勾结地方对抗中央 还让这个宗王不停的搬家换封地 这么一来的结果 这个曹氏宗亲是没有能力争皇权 你保不齐外姓乱政 皇上一出事这些个王侯连秦王的实力都没有 最后一块完蛋 我司马家就是这么多的江山 那现在我当了皇上 我得吸取这个教学 可不能再这么干 所以司马延继位之初干的第一件事 仿效当年汉高祖刘邦大封宗使 一口气封了27个王 后来觉得不够 又陆续增封 一共封了57个王 这堪称是中国历史上封王的最高记录 就是正规政权 你别跟台平天国比 而且这些王拥有极大的权力 甚至可以以郡为国 尽管如此司马延还是不放心 亲王虽多权力虽重 但是还是离洛阳远了一些 所以司马延特意委任了几位宗王 统帅重兵 出镇许昌叶城长安这些地方 以此来拱卫首都洛阳 一番调动之后司马延总算安下心来 可惜让司马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这种做法恰恰给晋朝的未来 留下了一个无穷的隐患 这个我们后边再说 那么司马延在政治上大风松使 经济上怎么办呢 他认识到由于多年战乱 百姓生活非常困苦 手里的土地不是买卖就是被剥夺了 相反之下皇室权贵可以随意霸占土地 连一个不起眼的杂牌将军都能占良田百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司马延制定了一种护调式的经济制度 护调式一共有三项内容 分别是占田制护调制和品官占田殷克制 其中最重要的是占田制 什么是占田制呢 简单来说就是让每个农民都合法的占有田地 不过每个人占田不是一样多 依据老百姓的年龄和性别来分足 这么一来老百姓手里有田了 一有田生活就保障 相应的租税也好收 老百姓也就不反抗 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 近朝经济发展的同时 奢靡之风越来越严重 这就好比家里有一个能挣钱的老爷们 却有一个败家的老娘们 天天跑星光天地 你这怎么办 司马延一看这么着不行 于是下令禁止官员们奢侈浪费 以勤俭节约为美德 可是皇上一说就过去了 大臣们也都没当回事 直到有一次太医院御医想拍皇上马屁 给皇上送了一件炙头球 所谓炙头球 就是用野鸡头上的羽毛织成的衣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种野鸡脖子上面的羽毛颜色非常鲜艳 你想每一只野鸡头上就那么一点毛 要用它来织成一件大衣 非常不容易 所以这件炙头球异常罕见 价值千斤 晋武帝收到这件礼物之后 立刻把它带到朝堂之上 请问五百官一同欣赏 大臣们看见这件衣服之后 各个惊叹不已 连连夸赞 把这个县里的御医心里美的 鼻涕泡都冒出来了 谁料就在此时 司马炎命人当场把这件衣服焚毁 然后说 此乃齐装易服 以后再有献这种奇迹易服者 论罪处理 大臣们一下下蒙了 此后 谁都不敢再送皇上如此奢侈之物 谁也不敢再当着皇上行奢侈之事 司马炎带着西进蓬勃发展 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 这时候吴国的皇帝是末帝孙浩 这个孙浩出了名的昏庸残暴 试杀成性 杀人的方法 五花挖门 活包人皮 挖眼睛 砍双脚 都是他常用的酷刑 不过在孙浩所有的杀人方法当中 最令人胆战心惊的 要是大巨活人 话说有一次 有人在这个集市里 抢夺财物 被告到这个私事中郎将陈生那儿 私事中郎将这个官是负责管理市场贸易和治安的 所以陈生一听火冒三丈 居然敢在爷的地盘上撒野 就把这个人抓了 没想到这个人是孙浩一个宠妃的吓人 消息传到孙浩耳朵之后 他勃然大怒 打狗得看主人 我看你陈生活得不耐烦了 但是此事不好介入 就先把这笔账记下了 不久之后 找了一个借口把陈生抓获 让人把锯条烧红 然后用这个烧红的锯条 咔咔锯掉陈生的脑袋 有的大臣实在看不下去 就劝皇上别这么干 孙浩说 还有不怕死的 正好省得他黄泉路上一个人孤独 你俩一起吧 就派人用刀瓣上的铁环 把这个大臣生生打死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吴国的灭亡是必然的 只是时间早晚的关系 终于到了公元279年11月 晋灭吴之战发生 晋武帝司马延发兵 水路并进 直取剑业 一举就消灭了吴国 唐朝大师人刘雨昕写的西塞山淮谷 描写的就是这件事 诗中说 我特别喜欢这首诗 因为我读诗就是喜欢读这个豪放勇史 自此分裂数十年的中国复归统一 从公元184年黄金之乱到这个时候将近100年了 这是自秦朝之后再一次的大一统 但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 习近的统一跟秦的统一不太一样 为啥不一样呢 第一个两者统一的背景不一样 秦统一之前春秋霸主之位一直由齐国担任 秦国国力起初比较弱 所以秦兵为啥被称作虎狼之师 就是说又落后又残暴 到了秦孟公商鞅变法开始走向富强 最后秦始皇历时十年 秦国才得以统一六国 而晋继承的是曹魏江山 本身国力就不错 经济实力远胜无国 所以在晋无之战当中 西晋呈现压倒性的趋势 几个月就取得了统一 西晋统一全国之后 中国就进入一个比较繁荣的时代 这个时代叫做太康盛世 因为晋武帝司马延年号太康 可想而知这个时候的晋武帝 这个膨胀到了极点 有一次就问一个叫刘毅的大臣 是说你觉得我可以跟前朝东汉西汉的哪些君主相媲 司马延觉得朕怎么着 也得是汉高祖汉武帝一样的级别吧 却不料刘毅回答说可以跟汉环帝汉陵帝相比 要知道环陵二帝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有名的昏君 东汉灭亡就是这两个人造的孽 为什么刘毅会这么说呢 司马延灭吴之后 除了把吴国的地盘兵丁收于麾下 还有一个最终大的收获 就是把吴国宫女全给弄回来了 不是有一句话叫后宫加力三千吗 这话放在司马延身上不合适 他接回来的宫女都不止三千 成个三都不止 司马延寻思这么多女人 真要是都收入后宫确实有点挤 还得盖宿舍 再说质量也参差不齐 所以精心挑选了五千最漂亮的 送到自己的后宫 弄得司马延每天都没心思上朝 就想着赶紧下班之后 到后宫花天酒地逍遥快活 可问题是这么多宫女摆在眼前 有点选择恐惧症 不知道该去谁那 不知道去谁那怎么办 他叫人坐了一辆大车 装满了美酒佳肴 每天坐着这车 在后宫四处乱逛 车停到哪就在哪过夜 因为这车是用羊来拉的 所以叫羊车 这么一来 宫中就出现了羊车旺性的奇观 时间一久 有的宫女心里就有点不平衡 和这皇上能不能到我这来 全凭运气 就开始想在羊身上下点功夫 有的宫女在自己的门前摆上羊爱吃的竹叶 有的把盐撒在门口 羊就爱舔着咸的 总之为了引羊上门使劲浑身解数 你别说 这些办法成功率颇高 不过慢慢的大家就都学会了 宫里到处都是竹叶 遍地都是食盐 弄的洛阳城里边竹子和盐价格暴涨 羊也学精了就开始挑神了 最后依然是很多宫女连司马延的面都见不上 所以这三千宫女桃花面 此去朝天 连君王一面都都见不上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股荒淫奢华的歪风开始席卷全国 大臣们竞相攀比 以穷奢极欲为体面 勤俭捷阅为蒙羞 社会风气开始极其败坏 大臣们的奢侈腐化最著名的事 就是石崇王凯征赋 当时有三个最出名的大富豪 掌管禁卫军的中护军杨秀 这个晋武帝的舅舅后将军王凯 还有呢就是散记长士石崇 这个杨秀王凯是外戚 权势比石崇大得多 但是呢在富豪方面比不上石崇 有人就问了石崇只是一个散记长士 这个论级别非常低 他哪来这么多钱 在此之前石崇当过几年荆州刺史 这个地方经常有外国使臣或商人经过 石崇呢派部下敲诈勒索 甚至像江阳大道一样公开杀人越货 日积月累成了最大的富豪 在卸任了刺史官职之后呢 石崇在洛阳城郊金谷渊中耗费巨资 构筑了亭台楼阁命名为金谷园 每日登高台 府清流 雍艳藏娇 过着人间天堂的幸福生活 有一天啊石崇听人说 国舅王凯才是洛阳城里最有钱的人 他不服气 要跟王凯比一比谁负 听说王凯家刷锅用糖水 那算什么 告诉厨房 从今天开始把柴火换成蜡烛烧 这事一传出去大家就说 石崇家比王凯家负 人家烧火用蜡 王凯一听不服了 为了炫耀自己父 在自己家门前大陆两旁 修了一条四十里长 用紫丝织成的这个屏障 谁要上王凯家要经过这条紫丝屏障 哇洛阳城又轰动了 国舅爷家真有钱 拿这个紫丝修四十里屏障 石崇心说小样 崇心跟我比是不是 告诉底下人 给我用比紫丝还贵重东西 什么东西呢 踩断 修一个五十里的 一定要比他王凯修的屏障更长更豪 这一下王凯又输了 王凯心里这个弃义不行 不甘心 就找自己的外甥皇上司马炎 这外甥你看我可是你亲旧 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石崇 把我扁下来了 这是啪啪打你的脸 是吧 这个时候的晋武帝早已经不是当年烧炙头球的那个他了 就跟王凯说 你怎么说也是皇上舅舅 怎么能比别人差呢 这样吧 镇这收藏了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 赐给你了 拿着镇的珊瑚树跟石崇比 本营一定能把它比下去 有皇上帮忙 王凯底气足了 马上邀请了石崇和一些官员上他家吃饭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王凯站起来 我家有一件西汉之物 请大家观赏一番 就命这个侍女把这珊瑚树捧出来 大家一看 果不其然 真是一件罕见的宝贝 两尺多高的珊瑚树 现在的这个 十厘米高的现在都能卖一百多万 你看那两尺多高 皇上所赐 哎呀 连连夸赞 只有石崇面无表情 这个时候他看到案头上正好有一只铁如意 顺手抓起 朝着这个珊瑚树正中 哐啊 就是一下子 结果这棵玉刺珊瑚树一下被砸了个稀碎 大家一看这情形全傻呆了 王凯勃然大怒 击碎无把握和嫉妒之甚也 你狗这是穷疯啊 这皇上赏给我了 你啪一下给我打碎 石崇心平气和 淡定 国舅爷 淡定 不必紧张 就这玩意儿 我们家有的是 赵元样陪你 然后石崇立刻叫他的随从回家 搬来了七八珠珊瑚树 个个三四尺高 你这不太两尺吗 瞧我这个 而且朱珠调干挺秀 光彩夺目 那王凯这才知道 石崇家的财富啊 比他不知道多出多少倍 只好是 哎真是服了用 那服了 那这场比赋的闹剧 以石崇胜利而告终 第一毫富的身份在洛阳城传开 当时有一个大臣看不过眼 就上了一道奏章给司马爷 说石崇带起了这股奢侈浪费的风格 简直比天灾还严重 况且他把您的珊瑚树给砸了 这个是不是得制止他 司马延完全不以为然 从这件事上 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司马延的性格 绝不是对臣民苛责的皇帝 反正你又不是谋朝乱政 砸个珊瑚树砸就砸呗 这能更彰显我国的繁荣 就这样司马延纵情声色 戴政十年之后 到了公元二百九十年 迎来了人生的终结 他一死西进迎来了另一番局面 关于这个问题呢 咱们下一集再说 我们下集回来 到新闻 到新闻 用。 驾头